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回頭率 在新寧秀裏面 在人那方面 有四個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那個流量 第二就是轉換率 第三就是那個單價 第四就是那個回頭率 之前那三樣東西我都講過 一就是講第四樣回頭率 回頭率很簡單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有些帥哥或者帥女在你身邊經過 你會轉頭看一看他 這個就是叫做回頭率 很多年青的朋友 那個回頭率一定高 隨著年齡的增長 那個回頭率就會低 這個是為甚麼 人是喜歡一些漂亮的東西 是喜歡一些新鮮的東西 很吸引的東西 那如果你維持得到這個圍道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會有回頭率 要給客戶有一些新鮮的感覺 所以你會見到在線下 有很多商場 尤其是尖沙咀 有一個專系名店的商場 你看到他那個店鋪位 每隔一年半載兩年左右 他的店鋪雖然同一時間都租商場 但是他的位置就調來調去 原因是為甚麼呢 令到你去入商場 就不會那麼容易知道 那個店鋪永遠在那個位置 執來執去的時候 令到你會覺得他有一個新鮮感 那同樣道理 你如果是做網上的商店的時候 你一定要那個拆新率會是高的 就是等同現在賣的那些快銷時裝 有一隻新的牌子是給Z的牌子 網上的服裝 那個拆新率是更快 就是每一個星期推出的物品 是比Z字頭的快速品牌更快 那時候就會吸引到那些客戶 然後一會兒就會上去看看店鋪裡面 有沒有一些新的項目 他就覺得是會買的 這個是其中之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不是靠新 靠快 而是靠一些服務 就是你的服務是給別人好的時候 那就會令到他會回頭 就是好像在一些小店 那他銷售就是銷售溫馨 就是你好像自己的家人那樣 那他就容易回頭 那還有一種的 就是你給到客戶有參與權 就是說我去做新的產品 我會聽一些粉絲的意見 幫粉絲組織一個團去參觀他那個生產基地 或者是搞一些活動 是跟他連成一體的 線上的活動也好 線下的活動也好 令到他的黏度是大的時候 那那個回頭率就自然會高了 今天想說的回頭率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